一句佛号,英灵得度 小天使的喜讯从禅检室里传出来 可是,他的世界一下子失去了声音 廊道上的他摁着肚子 每刻指尖都触摸到宝宝悲气的颤动 很抱歉,您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没有心跳了 一时怜悯地说着 滚滚泪珠把衣镜湿透了 但想起还在住院的公公 他强达起精神 某个晚上,轮到他照顾公公 病房里就他和公公俩人 气氛非常冷静 半夜,寂静之中 咔咔咔 隔场怪声连连 他惊得全身被垫了一下 婆婆的话从脑门晃过 他立刻念起 南无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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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能起什么作用 他一点也不知道 他不知不觉 也在念佛身中睡着了 忽然,梦中的他 处在一片七彩鲜亮的光云之中 一只大手绵柔的垂声下来 同时,虚空中有人说 我把你无缘的孩子带走了 声音那么的晕天 如春风催放了大片的花海 回到家中 他看到婆婆拿着的彩云佛像 才惊喜地发现 原来那是阿弥陀佛的手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您一直在我身边 沉满我的心愿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